有没有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个1吗? 那么一直都有跟随着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打个5吗? 你们来自哪里呢? 我看今天有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我们有本地新加坡,还有来自哪里的朋友 可以在留言这里呢,可以写下你们的地区来自哪个国家吗? JB,JB,还有谁,丽芳,还有我们的Alice老师来自马坡 丽芳,丽芳是很少看到你的名字 Hello,Good Morning,早 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哦 不要害羞,打开视频,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 嗨,Good Morning OK,好,大家早上好,现在10点31分咯 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咯 OK,好,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Janny OK,欢迎来到我们的专家面对面这个节目 那么对于第一次来,还有新的朋友呢 这里介绍一下我们是来自Essentary Meridian,经络101的团队 OK,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有Facebook Live 我们Facebook Live了吗? OK,我们现在是On 好,那么我们也跟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Facebook的朋友 大家好,早上好 OK,这里呢,跟线上的朋友要记得到我们的Essentary Meridian Malaysia的这个页面呢,去按赞,然后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呢,可以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团队 还有我们所举办的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这个节目 那么,针对今天的主题呢,遇见汉方聊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薰香 OK,在这里要问一下各位 现在家中呢,有开始使用薰香的朋友 你可以打个2吗? 那么还没有,还没有使用过薰香的 你就打个0吧,在留言板 哦,很多2 大部分的朋友都有用,家中都有使用薰香啊 很好,OK,非常好 那么薰香,使用薰香呢,只是为了让我们家中啊 室内的那个空气,充满香气吗? 其实不只是这样哦 那么,使用薰香呢,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呢? 那么尤其是在,通过这个薰香疗法呢 如何提升我们的健康? 大家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的,就马上在留言板上打个5 等下,看有没有人想要知道 OK,好 所以,其实薰香,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功能 那么,等一下呢,就由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燕燕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呢,他在方向疗法的这些经验 那么燕燕老师呢,他本身是拥有美国纳哈认证的方疗师 那他对薰香呢,是非常有研究的 那除此之外,燕燕老师呢,他也是我们经络101的大使 也在跟着我们的团队呢,很着力的在推广我们 经络101的预防保健,这个自然疗法 那么除此之外,燕燕老师呢,也在脸书 Facebook,有成立自己的页面 他是智慧妈咪,还有遇见汉芳疗的创办人 大家可以去跟随老师这两个页面 然后呢,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资讯 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那么燕燕老师,他本身呢,是非常崇散于自然疗法的 当初也是为了家人啊,孩子的健康 才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这个芳香疗法 那么之后呢,就在机缘巧合之下呢 也认识到我们经络101 也跟着呢,学习东方的经络疗法 那么从西方到东方,就是通过这些自然疗法呢 用在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上都看到非常棒的效果 那么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就是也要开始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那么老师看到,哎,效果不错 而且呢,孩子们的,还有家人们的那个健康提升了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在做,在线上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呢 所非常关注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地请了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进一步的分享 他在这个芳香疗法的这个经验 那么,让我们呢,有这个机会 就是可以从这个讯相疗法呢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还有了解 那么现在呢,事不宜时 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专家 我们的燕燕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燕燕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面对面 我是一位很喜欢学习的妈妈 所以呢,其实我在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在读妈妈应该读的那些专业的课程 其中一个课程呢,我最喜欢的就是 也是自然疗法之一的催眠分娩 然后呢,因为生了宝宝嘛 宝宝其实就会开始有便秘的问题啊 有些肚子啊,还是伤风感冒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想说,啊,宝宝生病了耶 那么其实,是不是应该 在不用药的情况下 我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有自己的治愈能力呢 然后,我之后就找了一些research 过后我就发现了,OK 我可以试试另外一个经络的 试试另外一个的自然疗法 那么呢,就是接触到了西方的精油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想要把他学专业一点嘛 因为为了宝宝 然后就去读了美国纳哈的认证的课程哦 然后,之后呢,就发现到哦 用精油的方向疗法呢,是非常好的 因为宝宝可以在不用药的情况下 提升他们的免疫力嘛 之后呢,也是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我就遇到了我的一个同学 然后呢,他是 原来他是 他是有开办那个经络学院的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好有兴趣哦 因为除了方向疗法 我觉得经络疗法呢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很棒的 自然疗法 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学说 我想要报读他们的课程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 我也进入了Essentially Meridian 成为了那个经络大使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今天呢,也在此 感谢Essentially Meridian的Alvin啊 可香,还有中文呢 把我邀请来这里 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上课的时候 所学到的一些小知识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 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 学习什么是 Define什么是方向疗法嘛 那么呢,其实 经油就是方向疗法当中 我们是萃取至 有方向香气的植物的 那么那些植物呢 除了有香气之外 其实我们是需要找出那个 有疗效的植物 它不只要有香气 它同时呢,也是需要有疗效的 因为这些经油呢 通过我们的吸锈啊 或者是涂抹在身体呢 是可以达到一些用途的 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养生 可以帮我们美颜 或者是帮我们调节我们的心情 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天然的恩物 也是可以让我们 可以达到那个预防医学 因为其实不管是家里的老人啊 还是家里的小孩 或者是甚至我们自己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 是可以达到不要生病是最好的 所以预防保健 对全家人的保养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疗法来的 现在呢,其实我想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什么是经油呢 其实在植物身上是什么样的用途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植物也是会生病的嘛 那么植物生病的时候 它们要怎么办啊 它们不可能去看医生啊 因为 所以的话它们就需要找自己的方法来自我疗愈 所以呢,经油其实在植物身上的时候呢 它们是有着调节自己的温度的那个功效的 以及预防它们的生病 然后呢,同时保护植物 以及避免它们的有细菌感染啊 或者是病毒清洗它们哦 如果那个植物的经油是在叶子上面 那个花瓣上面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就是它们可以驱赶有害的昆虫 也可以吸引有益的昆虫来到它们的身边 就是有着自我保护的功能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植物精油在植物身上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当我们吃橙的时候 我们剥开那个橙皮的那个枝叶 那个枝其实呢 就是我们所提炼出来的精油 然后呢,下来和大家分享说 那么这些精油在我们人的身上 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呢 我们其实是用这植物的化学分子 来帮助我们的身体的 然后这些化学分子呢 有一定的作用 它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 当我们的头脑不好的时候 在食疗方面的话呢 我们就会选择核桃 在精油方面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是以以形补形的方式来 relay那个精油的function的 所以呢,这里我想 在我教大家怎么样以形补形的时候呢 我这里有一个衣服 很喜欢很喜欢的化 中间这个花呢 你们觉得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是什么样的部位 我们人身上的什么样的部位 你们可以打来确认 或者是可以用说的 你们猜猜看中间这朵花是什么 或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吗 猜得到吗 我好像看不到你们的chap 哦,这个 玫瑰花 对了 我有打玫瑰花 它是长得很像玫瑰花的 但是呢 其实它是我们的生殖器官的一部分 它是我们的慧音 然后这一幅图画呢 其实是我从催眠分娩中 上课的时候老师和我们分享的 也是一幅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画 它其实呢 是我们的慧音 就是当我们身体可以很放松很放松的时候 我们的慧音呢 其实就像是一朵玫瑰花 它是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打开 是可以很柔顺很柔顺的 然后我们中间这一块黑色的呢 其实就是宝宝的头 所以这个画面其实是让我很深刻的 叶子的精油就是可以保护着我们的呼吸系统的 然后树干呢 是因为高高长长的嘛 长得很像我们的骨骼 还有中枢神经 再来呢 就是树脂 树脂的话 其实是在植物身上的时候 当植物的皮受伤 也会被割伤的嘛 那么它们要怎么样自我疗愈呢 就是植物的树脂呢 就会自己流出来 然后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受伤的皮肤 让它们自己恢复自己的那个治愈能力 所以呢 它是在加强我们免疫力的功能上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哦 好 下来我们来看看精油的三大萃取法 因为其实精油的萃取法有好多种哦 有五六种的 可是我们今天呢 就先把主要的市面上可以看到的三种的那个萃取法呢 和大家分享 像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蒸馏法 它的成分呢 其实是最低的 所以呢 在市面上我们 其实大概有95%的精油哦 都是 可以 都是用蒸馏法的方法来提炼出来的 蒸馏法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加热啊 然后用水蒸气的方式 当水蒸气通过了这个冷凝管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液体 然后我们就可以提炼出 精油 第二种的萃取法呢 就是溶剂萃取法 就是主要是用在那些 因为不是每一种植物都是可以用来加热的嘛 所以呢 溶剂萃取法就是主要是针对那些 不能够加热的植物 精油 还有或者是含油量很低的植物精油的萃取法 它的萃取法呢 其实是很复杂的 不过它其实也是很温和 还有很细致的 然后它提炼出来的那个精油 其实也是 是可以很 接近大自然的哦 这个第三种呢 萃取法呢 其实是在所有萃取法当中呢 是最新的 然后它也是最贵最贵的 成本上是最贵的 然后为什么它这么贵 我们还需要用这个二氧化碳萃取法呢 当然是因为它的那个机器 除了是对我们的环境友善之外呢 因为它是无毒无味 无残留的啊 它对我们的环境是没有破坏的 然后与此同时呢 它萃取出来的植物是在所有的 萃取法当中呢 是最最最最接近那个植物本身的状态的 所以它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它也没有受到任何的 温度的 萃取方式 它不需要受到任何的温度的那个 破坏啊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能够完整性的 帮我们把那个植物精油 从植物的身上萃取出来的 所以呢 在我们AVITA里面哦 是有当归和穿穹 都是用这个CO2的萃取法 而在市面上呢 其实它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 在市面上我们是 很少可以找得到二氧化碳的萃取法的 然后呢 精油改 我有提到嘛 除了涂抹 就是用来吸秀 在吸秀的这个方法 其实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情绪 来做保养的 因为涂抹身体的话呢 主要是我们的身体有疼痛啊 或者是身体有阻塞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涂抹的形式 但是呢 吸秀气味的话呢 就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的 头脑 还有 就是帮着我们的头脑 来帮助我们的注意力啊 情绪的问题啊 还有我们的 那个 紧张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通过吸秀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的头脑 的神经传导物质来提升的 因为我们是用来吸秀嘛 所以呢 精油的分子呢 是非常非常小的 它可以进到我们的那个细胞里面 改变和 赞生我们 缺 赞生我们的细胞 去到我们的头脑 然后其实我们的头脑呢 里面有一些部分呢 是主要掌管我们的情绪 比如说 杏仁盒啊 或者是海马茴呢 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长期记忆的 所以呢 那其实精油扩香 跟熏香 不只是大家一般上所想的 只是香香的味道而已 如果我们用对精油 然后它其实是可以有很大很大的疗效的 通常我们是会怎么样吸秀精油呢 有几种方法 就是我们会 可能滴一滴在手心 然后紧张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吸秀 深深的吸进 然后慢慢的吐出 深深的吸进 然后慢慢的吐出 那个精油呢 其实会在我们的身体和血液里面呢 有一定的流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 好好的让我们的情绪呢 平稳 或者是小孩子读书的时候 一直做不定啊 其实是很多时候 是因为身体的那个生经因子缺乏了 比如说我们其实在大脑里面呢 我们需要一些 多巴胺啊 还有血清术来帮助我们 在学习上的 那些忧郁症的人啊 或者是小孩不喜欢学习 其实有时候和我们的这个多巴胺 还有血清术呢 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多巴胺呢 是会让我们有兴趣 有兴奋感 然后血清术呢 是我们身体的 所需要的快乐的因子 它会让我们很快乐的去学习 很多的东西 所以当小朋友 或者是有情绪 就是有忧郁的人 他们就是体怎么样也提不起劲 或者是怎么样也做不定不下来 来学习 所以 通过吸秀精油的方法 我们的身体呢 是可以有治愈的能力 让我们爱上学习 还有 面对生活上的种种挑战 还有让极性质的人呢 也可以缓和下来 所以 通常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也可以用 那个 扩香 扩香医啊 或者是 寻香医啊 用机器的方式呢 来帮我们 吸入身体哦 再来这里呢 我们有提到说 吸秀精油呢 也是可以 是 连接我们记忆的 就像说 有时候我们 闻到 某间咖喱餐馆 发出来的香味 我们就会想说 尼尼这个咖喱的气味 其实 是让我想起了 妈妈小时候啊 煮给我的那个咖喱的味道啊 或者是 某些香气呢 会让我 想起 某个旅程 比如说 我自己呢 是特别特别 喜欢那个 快木精油的 因为这是 让我回想起 很多年前 我在台湾的时候呢 的一个旅程当中 我和朋友他们一起 用快木 把它变成了一支钢笔 然后那个旅程呢 其实是很疗愈很疗愈的 所以我就特别特别 喜欢快木精油 因为它让我有 很熟悉的那个感觉 所以呢 其实在那个医学方面呢 医疗中心也开始用那个 香气的方疗法 来帮助失智症的老人家 再来我们可以提到的是 现在COVID-19嘛 呼吸道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保养的一个关键 那个关键 所以呢 在呼吸道方面 我们真的是要经常做保养 因为尤其是在我们人体 最低免疫力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当我们整个身体都放松的时候呢 免疫力其实也是最低最低的时候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是更要加强 我们的免疫力的 所以在我的宝宝睡觉之前 我都会帮他做一些经络的按摩 除此之外呢 我也是会经常的扩香 用快香的精油 或者是用我们Avita的心衣的精油 因为心衣的精油 是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我们的呼吸系统 里面呢 也有螺纹杀叶 螺纹杀叶就刚才我说的嘛 叶子就是针对我们的呼吸道 然后快香呢 快香是可以很好的安抚我们的睡眠的 可以帮助我们睡得很深 所以当我们的睡眠很好的时候 当孩子的睡眠很好的时候呢 我们同时的也可以自然而然的提升了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大家可以经常经常保养我们的肺 通过呼吸的方法 那么呢 最近我觉得天气也是变化的很大 突然间可以下很大的雨 然后突然间你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炎热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其实很容易感冒 所以呢 大家其实也可以用加热热水 然后把一滴的精油倒入热水当中呢 我们可以用吸那个蒸气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肺部跟口腔 还有喉咙的这些保养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精油吸秀的好处嘛 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好处哦 就像如果我们搬家的话 我们搬家会有很多那个甲醛的味道 其实甲醛的味道呢 对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也有很多很多的致癌物哦 所以通过扩香也有杀菌的作用啊 那我们就可以用扩香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解决掉这些化学物质 去除很多很多的异味啊 甚至是我们如果买新的家具 新的床啊 新的厨啊 我们也是可以用扩香的方法哦 然后 现在那个苦痛一些热症也是还蛮猖狂的 所以通过扩香不只是可以让家里香香 我们同样的也可以让我们的驱赶那个蚊虫哦 所以它是有很多功效 很多很多的功效的 再来呢 我就觉得扩香精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我们利用几滴的那个扩香精油哦 就可以保养着我们全家人的身体的健康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自然疗法 那么在市场上呢 有很多很多种精油啊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哇 我到底要怎么样选这些精油啊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 放大的来看呢 市面上的精油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单方精油 另外一种呢 是副方精油 所谓的单方精油呢 就是一种纯精油 然后副方精油呢 就是一 两种以上 或者是更多的那个单方精油 混合合成的 在要怎么样选呢 其实我们可以拿来做比较哦 如果说单方精油和副方精油的那个安全性来比较的话呢 单方精油 因为它的浓度比较高 比如说我用一滴的单方精油 跟用一滴的副方精油的话 因为那个比重 单方精油的会比较重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就是代表说 我们在使用一滴的单方精油的时候的那个安全性呢 就会变成比较低了 比如说你 我们如果有些人对某一种精油有那个敏感的话 这样子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明显的发现那个敏感哦 如果我们用一滴的副方精油就可以很好 很好的降低了它的那个敏感成就的发生 所以除此之外的话 功效上面的话呢 我们副方精油肯定就是比单方精油来的好嘛 那个副方精油呢 它就可以全面性的帮我们保养我们的身体 我们可以调新和深的精油一起在一瓶的精油里面 达到全方位的那个加成的效果 就像我们煮菜的时候 我们为了取得更全面的那个营养 我们一道菜里面呢 不会只是放着一种菜 我们都会放着很多很多的配料进去 让那个 它的 不只是它的功能上 可以达到最高 其实在它的味觉 还有它的口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加强的更好 然后呢 再如果说我们要来保养自己的身体呢 副方精油的功效呢 肯定也是比单方精油的功效来的更强的 因为呢 你想啊 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只是用单方精油 那么那个病菌呢 我们只有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 杀那个病菌的武器的话 单方精油如果只是一把刀 我们用一把刀来杀死那个病菌 可能是效果不会有副方精油的好 因为副方精油 就代表说我们有剑啊 有刀啊 有炮啊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 用剑来杀死那个细菌 杀不死的话 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用刀啊 来砍那个细菌 或者是都不行的话 我们因为副方嘛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那个工具 如果那个副方里面有一个大炮的话 可能我们用那个大炮 就可以把我们的病菌给杀死了 所以副方精油呢 真的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大家可以选择的话 我觉得 选择直接调好的那个副方的调和 也是最适合大家的 因为在功效和整体的那个 概念上呢 都是很完整的 再加上我们的 阿比达的精油呢 是归精入卖的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很全方位的 然后可以把那个副方精油的疗效 达到是加成的功效 好啦 今天呢 我其实也想要有一些迷失 是大家平时都会问的嘛 然后 我也想听听大家有没有这些迷失呢 因为现场的各位不知道 用对精油有多么的了解 那么你们已经看到了那个精油吸秀 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说 花精有这么多好处 可是我吸秀它的话呢 会不会让我一直很上瘾呢 如果我每天都这么秀可以嘛 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们觉得 你们可以来猜猜看啊 如果会的话 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 造成我们会上瘾 可是我看不到大家的那个 那个讯息耶 我帮你看 我帮你看 不会耶 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你们可以猜猜看啊 有吗 朋友可以打出来 大部分人说不会上瘾 有没有原因啊 你们可以猜猜看 不会上瘾的原因 等你说不会上瘾 上瘾应该是爱上他了吧 好啊 因为其实呢 我今天除了我自己来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精油知识 我其实也邀请了几位帮聊的讲师 兼朋友来一起和我们 解答大家的迷思哦 这样子我们现在可以听听看 我今天邀请来的特别嘉宾 之一的苏慧 苏慧有在吗 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说 解释 解开这个迷思 其实就紧有会让我们上瘾吗 是慧萍哦 sorry 慧萍 哈喽大家好 我是慧萍 听到我讲话吗 听到听到 好 好 我是燕燕的同学 方亮的同学 所以今天就很开心 他邀请我来解答这个迷思 西秀精油会让我们上瘾 其实这个问题 在我一开始接触精油的时候 我妈妈也是有问过我这样子的问题 长辈嘛 都很怕我们会上瘾一些东西 所以那时候 我就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会不会上瘾 可是我就很有信心的跟妈妈说 不会啦 怎么会上瘾 这些东西都是 从 纯天然的植物萃取出来的 一个 精华 为什么他会让我们上瘾 后来我就用 到目前为止用了 精油差不多 一年多的时间 我没有觉得他会上瘾 我觉得 我觉得他像是一个 家里很需要的一个保健箱 就好像我会这样子认为呢 是因为 他其实可以让我们 有保养的作用 也可以让我们 要使用的时候才可以去 才需要去使用的一个东西 好像比如说 平时我们 想要加强抵抗力的话 我们就每天 涂抹 然后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当我们不想要涂抹的时候 我们就当需要的时候 像鼻子敏感啊 或者是胃胀风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才 来舒缓我们的 服势 所以其实 你不会想说 我吸秀了他 我会上瘾 我很喜欢这位大伯 然后每天就一直绣一直绣一直绣 对我来说 我是不会这样子 虽然我很喜欢那个味道 可是 当我没有在吸秀他的时候 我也不会觉得 哎呀 我像做不了东西 我一直要吸秀他 才可以生活的那种感觉 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好像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好像我们现在每天都需要戴口罩嘛 对不对 像我戴口罩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我希望我的空气可以清新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去放一些精油 让我觉得戴口罩的时候不会这样辛苦 然后当我在家没有戴口罩的时候 我也不会觉得 哎呀 今天我还没有嗅到那个精油 我要哪来嗅这样子 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其实 吸秀精油是不会让我们上瘾的 谢谢 那我们吃蔬菜水果呢 我们可以从蔬菜水果当中呢 吸收很多很多不同的营养成分啊 我们不可能因为怕我们上瘾 然后我们就说 哦这样子我今天就不要吃蔬菜水果了 所以呢 这个天然的这个天然的植物精油和我们天然的蔬菜水果 哎呀我不喜欢他 他就是我不想我不需要的 大家也可以来猜猜看 还是你觉得就是因为不喜欢 所以呢我们身体特别特别需要 有吗有朋友回答吗 有吗有朋友回答吗 不喜欢就不会想用 哦可像有说不喜欢就不会想用 啊对通常大家不喜欢就不会用了 可是有没有想过不喜欢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身体就是需要的 好会平手越不喜欢就越不想用 好那么我今天呢也是请来了 一位方聊的老师兼我的朋友啊 他是苏慧 苏慧可以和大家一起解谜师 哈喽 苏慧用精油他也很多年了 所以他会有很多自己的感受 我已经用了精油有六年了 所以最近有学到这些关于方聊的知识 所以刚刚也有说到不喜欢的气味 是我们需要还是更不需要呢 其实我如果我们喜欢的气味呢 它是我们现阶段我们表仪式里 就需要觉得身体需要的那个味道 所以当下我们应该要用那个精油 可是如果我们不需要呢 刚刚我看到有很多人说他不需要就不想用了 其实我们不喜欢那个气味 我们更加需要用 因为其实我们不喜欢那个气味是我们 因为我们潜意识里面给我们的一些讯息 提醒我们需要去处理某一种情绪 还是一点事情 可是我们当下可能就是不想面对它 所以我们就会很抗拒那个味道 那么呢 为什么我们 比如我一个例子啦 我曾经有用过一个精油 我很不喜欢的味道 也是当下我很迷惑的一个事情 我一直不要面对 所以那种不要面对的情绪 你当你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你就我就生病了 生病了过后我就开始用了 那个我就开始尝试用那个我不喜欢的味道 结果其实就是我刚好需要 因为就是那一瓶精油 治愈了我当下 因为那时我是咳嗽 我治愈了我当下已经有一个月的咳嗽 所以其实我们不喜欢的气味呢 是我们更加需要的一个味道 因为这是我们 它提醒我们前一次给 基于我们身体的某一种讯息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气味呢 其实你可以考虑就是 以少剂量的方式 就是开始尝试的一直用 但比如我们可以熏香啊 这样的方式其实是 比较慢慢熏去导进的方式来 融入我们生活 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以正面的状态 来面对我们所需要面对的事情 这样 好 谢谢淑慧的分享 其实不喜欢的经验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啊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像我们吃食物嘛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喜欢的食物和不喜欢的食物 当然也没有说不喜欢的食物就是我们身体不需要的啊 那么就是说在调香方面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方疗师 所以我们就会用调香的方法呢 让不喜欢的味道也可以变成香的 因为我们可以加入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味道进去 从比例方面啊 如果不喜欢的味道就像刚才淑慧所说到的 我们可以先在我们喜欢的味道里面呢 慢慢的加入一点点我们不喜欢的味道 其实久了我们身体习惯了那个味道 我们可以慢慢调调调 然后把那个味道不喜欢的味道都变成喜欢的味道 就像我吃东西 其实以前我也是不喜欢吃矮瓜的 然后呢 因为也是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学习 然后有一次呢 因为那个烹调方式不同 改变了 然后变成我喜欢那个烹调方式 我接受了那个烹调的方式之后 其实之后你怎么样烹足那个矮瓜 我都都是可以接受了 所以呢 就用食物疗法和这个天然精油的疗法 连接在一起的话 其实大家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清楚明白到 那个其中的原理 然后呢 这有提到说不喜欢的气味嘛 我这里也可以强调一下 因为如果在一岁以下的宝宝 用食用精油的话呢 其实大家也要特别的小心哦 因为一岁宝宝 他不会说话嘛 所以当他身体如果有一些好转反应啊 或者是不舒服的 因为有些精油对某些人 就像食物一样 也是会有敏感的那个过程的 有些食物我们吃的会敏感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吸收到某一些精油 会比较喘气啊 之类的就是身体的一些敏感反应的话呢 是有些精油是确实是不适合用的 尤其是在一岁以下的小小宝宝的身上 因为他们其实是身体器官还没有发育健全了 而且他们呢又缺乏了那个语言能力 所以在使用精油给小宝宝的使用上面呢 要特别特别注意哦 我们只是会选用一些比较温和性的精油 还有那个剂量呢 要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要使用在小宝宝的身上的话呢 可以咨询方疗师采用啊 不然的话可能小宝宝真的是会因为过量啊 或者是因为用到一些刺激性的那个精油 而造成对宝宝的伤害更大 所以大家只要是在安全又有专人指导的情况下 要使用精油的话呢 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哦 因为他的那个使用功效呢 是还是一样可以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今天是主要是 针对在我们稀绣精油这方面嘛 所以呢 其实在市面上 我们最常看到的用机器的 熏向的方法呢 就是水氧机 最常最常看到的就是要加水的那个水氧机嘛 而这样子的水氧机呢 和我们阿比达的扩向仪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哦 市面上的我们通常看到的水氧机呢 就是它会加水的 然后呢 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是2 in 1 它除了可以让我们的环境呢 有那个香薰的那个功效之外呢 它当然也有加湿的功效哦 所以因为它有加湿的功效 所以呢 它就特别是适合用在干燥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有开冷气的时候啊 或者是在冬天的很多国家 都是会用这款 加湿的水氧机的 那至于我自己呢 因为我之前是很少开冷气的 然后我的房间呢 又是有厕所的 所以它的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没有开冷气 然后又有厕所啊 所以我之前用了这个水氧机 我就发现到我的屋子的墙壁 真的很容易生美菌哦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用在你们的家里啊 然后看看你们自己适合哪一种 的那个熏香蜜哦 然后 因为这个 这款熏香蜜呢 是有加水的嘛 是用震荡的原理 和Avita的扩香蜜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用震荡的原理 把精油的分子 打得更小更小 让它可以飘散在我们的空气中 而加水的这个水氧机呢 因为它有水 然后水和油呢 是不容易 是油 精油是不容易水的嘛 所以呢 那个精油 是会漂浮在那个水上面的 它就会这样子飘着 然后因为它和水在一起 飘飘飘飘飘飘 飘在空气中 它其实就会比较重 精油本身是很轻很轻的 可是因为它和水连接在一起了 它就会开始飘飘飘 但是因为它比较重啊 所以它飘的就会比较慢 然后它飘的也不会那么远 然后它就会掉到空气中 所以 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啊 然后也是有人 就是我妈妈 也是有告诉过我说 家里因为用了那个水氧机 就变成家里的地上特别油 所以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用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感受啊 然后因为它有加水嘛 所以 加水的话呢 精油的味道也是 就会比较变得单薄了 然后至于过香仪的话呢 我们是不需要加水的 然后适合在 因为它不需要加水 所以干燥的地方呢 也可以用 潮湿的地方也可以用 就不会因为它的湿气 而造成任何的影响 然后 因为它是 与那个空气中 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没有加水 那个精油呢 是自己飘散在气体 空气里面的 所以呢 它就变得相对之下 它会变得比较轻 因为它轻盈 它相对的话 它也可以飘得比较远 然后 因为它不需要加水嘛 所以它就可以 让那个精油的质量呢 是最纯的 然后 我们就可以原汁原味的 吸收到精油的那个 原本的那个功效 还有 更浓郁的吸收 把那个精油的香气呢 吸入我们的身体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然后 真的是 很谢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你们呢 今天可以学到了 很多很多东西哦 下来呢 我会把棒子交由给我的 不只是朋友 也不只是导师 他真的是 很全方位的一位 大姐大 对我来说 我真的是很感恩认识 这位 Josephine 也是因为他 然后我才接触到 Essentially Meridian 然后学到 这个精油按摩 让我的生活上呢 可以真的是 很全方位的 用着自然疗法 来照顾着我自己 还有我的家人 不管是我家的老人啊 或者是小孩 我真的是觉得 很感恩认识了中文 接下来呢 他会和我们分享 说 怎么样的精油 其实是适合 用在扩箱以上的 然后让我们欢迎 讲师 Josephine Hello 谢谢 大家好 今天非常开心 要看到线上 有这么多朋友 所以呢 很荣幸 我觉得 燕燕今天还有 几位的方寮 方寮室的同学 大家都一起在线上啊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大家会喜欢 那燕燕你帮我 放上那个PPT 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接下来就是 如果说你家里面 有我们的扩箱仪 有这些机器 还有你怎么样配合 我们的精油来使用 所以如果你家里面 已经有我们的 中草药精油 那中草药精油呢 其实只有三罐 可以放在我们的扩箱仪里面 第一罐就是心仪 第二罐就是旺油 第三罐就是快箱 那这三罐呢 因为它是没有 加基底油的 那它是比较纯的 我们的纯精油 所以你就可以 直接放在我们的扩箱仪 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 到底心仪是什么 第一次来参加 你不懂什么是心仪 什么是忘忧 什么是快箱 待会我们其实 有一个break out room 说那个里面 都有很多资深的老师 你都可以询问 那我这边简单想一下 心仪呢 是针对我们的 上呼吸气道 那最重要就是 根据我们的 譬如说鼻子敏感 哮喘 然后咳嗽 伤风感冒 流鼻涕 非常非常有效果 那忘忧呢 顾名思义 叫做忘记 烦忧 就是帮助你好像 你relax 放松 睡眠 针对譬如说 失眠的问题 然后精神压力 很紧张的 都可以用这个忘忧 快箱呢 其实是走一个 全身经络的精油 那它是针对我们的 中枢神经 所以呢 当然它对精神压力 还有全身的放松 然后让你的心情平静 都相当有帮助的 所以呢 这边 我们通常我们都会把 这三种 你可以掺着 放在我们的 扩香仪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有一组 来自法国的 这个精油 那这法国的精油呢 我们有 总共有 四五六七八 八个 八支不同的味道 那这边呢 那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有玫瑰 那玫瑰呢 就像刚刚燕燕讲的 玫瑰呢 它是 你记不记得那张图 就是我们女孩子的会因 然后是小朋友的头要出来 所以玫瑰针对 就是我们的生殖器官 调整我们的荷尔蒙 跟女性有关系的 这一方面的这些 其实男性也只有生殖器官 所以不能只讲女性 所以玫瑰呢 其实都是帮助在 在我们的蜜料 生殖器官这方面的 那当然 玫瑰有另外一个 就是浪漫 让你觉得 很 那个花香 就让你觉得心情很好 对不对 那为什么男生每次送花 送给女孩子 送什么花 玫瑰花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男生 要讨好一个女孩子的欢心 会送菊花的 不会吧 应该都是送玫瑰花 对不对 然后所以玫瑰 基本上它就是 帮助我们有浪漫的 情绪气氛 那你想看 如果家里面 你滴这个玫瑰精油 然后呢 你开着 那老公回来的时候 还是老婆回来的时候 哇 闻到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 整个心情 整个浪漫的情绪 就起来了 好不好 这个也可以增加 夫妻之间的感情 那第二个呢 譬如说像我们的檀香 檀香本身呢 它其实是 比较凝神 然后呢 就是让我们的情绪 比较安定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 集中注意力 然后让你的思绪 比较清楚 所以为什么 以华人来讲呢 很多时候我们 你会常常听到 檀香呢 它可以聚财 它可以帮助你的 那个财运变得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的情绪 你的思绪精神 是很focus的时候 你做的决定呢 都会比较正确 那精油其实是有能量的 任何一个精油呢 其实它都可以帮我们 聚集这个能量 改变我们的磁场了 只是檀香呢 它有驱邪 那避邪的功能 所以呢 当然它就会把不好的去掉 把好的拧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会有 聚财这样的功能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 我都会滴一两滴 这个残香啊 然后呢 好像在身上 然后衣服就这样子 抹一抹啊 让自己成为一个 第一台的发光体这样子 那我们还有薰衣草 那薰衣草顾名思义 其实薰衣草的精油 我想大家都蛮 蛮熟悉的 薰衣草其实它就是帮助 也是帮助我们安眠 然后让我们能镇定 情绪那种 譬如说烦躁啦 抑郁啊 这些的 情绪的这方面呢 它都可以受到一个舒缓 然后呢 是一个非常 非常同名的 就是让你很 感觉很安抚的 好像被拥抱的感觉 这是我们的薰衣草 所以针对 比如说 你常常会容易发脾气 高血压 然后呢 常常很烦躁的 你就可以多用我们的薰衣草 那还有一个就是尤加利 那尤加利呢 其实懂那个 澳洲的 这个 乌拉伯 五味熊宝宝 他们都吃尤加利 尤加利是唯一一种叶子 它不会被虫来住的 因为它本身就有天然的 驱虫的功能 所以呢 五味熊宝宝 只吃这个尤加利的叶子 那当然这个尤加利 记不记得刚刚一言讲 叶子针对的都是我们的 我们的肺 就是跟我们的上呼吸道 有关系 所以呢 它除了驱虫 然后驱蚊以外呢 还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的肺 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相当好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一个就是青竹 青竹呢 其实是我们自己 青竹 我们公司研发出来的 青竹跟绿茶 那青竹基本上呢 它是帮助 当你使用的时候呢 它会帮助你吸收 钙质的能力提高 因为钙是一个 很不容易吸收 被我们身体吸收的一个养分 所以当你长期有在用 这个青竹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吸收钙质的能力提高 那当然你如果配搭 我们的大补铁基底油的话呢 抹在身上呢 它也可以针对一些 骨头方面的这些问题呢 的疼痛都会得到舒缓 那绿茶呢 其实是里面有相当高的 额茶素 它是抗癌最高的 而且呢 它是可以抗老化的 那绿茶基本上 它也是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的 让你比较有情绪啦 精神比较清晰 然后呢 比较有精神 比较不容易疲劳 那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 还有哪一个 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薄荷 那薄荷呢 针对了 比如说退烧 那一样的 它也是叶子 也是呼吸道这方面的 然后止痛 退烧 然后当你想要打瞌睡 你很累的时候 它是瞬间可以帮助你提神了 这些呢 都是我们法国的这个中草药精油 你都可以放在这个扩香仪里面 那如果你有我们整组中草药精油 有大补铁的话 你也可以配当我们 我们其他的中草药精油 然后配当这个 法国的这个精油放在里面 然后也可以抹在身体上面 那效果是两边内 我们可以涂在身体 我们也可以放在扩香仪上面 都很好 那今天呢 我就大概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 如何运用我们Avita的这些法国的精油 还有中草药精油放在扩香仪 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 到底怎么样使用 你的中草药精油 有没有经过课程 有没有其他的课程 可以来了解 那等一下都在 可以在我们的房间 小房间里面 询问我们的老师 好 谢谢 Jenny Pass回给你了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先进入小教室 好吗 好 大概10到15分钟的小教室 谢谢我们今天的专家 我们的老师 谢谢我们的燕燕老师 还有我们的中文老师 我们的珍珠大师 中文老师 今天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今天对熏香疗法呢 还有这个精油扩香 谢谢老师 都有对这个熏香疗法 还有这个扩香 用精油来扩香呢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对吗 这里有没有学到更多的朋友 打个6好吗 今天有没有学到新的知识 有 对 因为今天也是学到 乙行辅行的那个 非常 很好 非常好 那么我们常说的 体内的空气的质量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 尤其是家中有小孩啊 有老人家 是更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今天听了 还有学了那么多呢 接下来就是要亲身体验 亲身尝试 那你要亲身体验呢 你才可以知道 这个熏香疗法 它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功能 那么为了鼓励大家 使用熏香呢 还有扩香 那我们今天有一系列 有几个非常好的这个配套 OK 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 我们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这个 OK 这个刚才我们的 Pietjo有分享 就是我们这组 法国精油 OK 现在原价呢 是一千五百 那么现在特价呢 是一千两百八咯 然后这个呢 整组八支的精油呢 还附加你这个 我们的扩香仪 Aromi 单单这个Aromi 就值 新币一百八十八咯 这个是每支呢 都可以扩香的 好 那么再来呢 有第二个出销 OK 就是我们整组的 汉方中草药精油 OK 这个呢 除了 刚才老师有讲到的 有三款 有三款 就是我们的心仪 还有这个我们的旺优 还有我们的快箱呢 是可以放进我们这个 扩香仪来扩香的 其他的精油呢 你可以就是 参我们的这个 经络大补贴呢 可以运用 使用 使用来就是经络按摩 还有这个穴位的按摩 都可以 全部都是归精入卖的 可以保养好你全部的那个经络 好 这个呢 原价呢 也同样的是千五 可是今天特别 今天特价呢 收就是一千两百 那么赠送就是这台 扩香仪 大家可以先拍下来哦 等一下有兴趣可以询问朋友 那么再来我们还有一个促销 OK 第三个促销呢 就是 就是这两支精油 刚才有针对的 就是心仪 就是保养我们呼吸道 心仪 还有加上我们的快香 可以这个可以达到杀菌 还有 凌神的这个作用 那这两支 两支精油呢 再附加这个我们的扩香仪 那原价呢 是七百二十三 现在只需要 四百一十二 这个是特回家哦 大家有兴趣可以 询问更多 去了解更多呢 你可以去问 介绍你来上课的朋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要预告一下我们来临 OK 下个星期五 来临星期五 1月22号 晚上8点呢 我们有一个30分钟的产品分享会 那么在这个分享会呢 我们特地请了我们的静洛101 首席培训师 我们的秀琳老师 来跟我们讲这一堂课 跟我们讲解这个Metric Cell 就是我们的秘力生物在造霜 OK 就是大概就是讲解这个秘力霜呢 它是来自美国的 而且呢它是为了针对呢 女性预防乳癌所研发的 那么就是因为女性呢 在新加坡 乳癌呢 是我们的头号杀手 所以提早可以保养啊 还有预防呢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女性运用呢 其实这个是供女性 还有男生都可以用 因为呢 针对我们全身体呢 有就是发炎 所引起的一些疾病啊 还是哪里有发炎啊 都可以使用这个Metric Cell 因为它是有含很高的 抗发炎的这个功效 那对于尤其是 男生很喜欢去运动啊 男女都好喜欢去运动啊 运动之前呢 你在30分钟你涂抹呢 你可以减缓那个疼痛 可以达到很快的修复 这个可以询问 也是可以询问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来参加 然后马上报名哦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为止